我一開始以為他是要攻擊我 立立立 我想說我怎麼辦 我會給你幾次啊 然後中正區的不一樣 選真的選假的 OK 選真的 好不好我會給你我的助理 總算有個正常人助理 羽邁人狂收上千萬參選 萬華中正選民打氣style不一樣 我一定是忠實準確 反映我選區選民的心聲 我不是政黨的橡皮圖章 這是我可以最大誠意 給萬華中正的人一個公道的地方 羽邁人宣布參選中正萬華區立委 本來預計用到選前的經費 現在已經用了八成 花費上千萬 接下來呢將會進行募款 這一切的這個國會議員 要一黨獨大 恐怕已經是很困難的事情了 民主制度不一定會保護我們 是因為我們保護了民主制度 民主才能保護我們 我越來越明白 為什麼我會來中正萬華 天啊 我進來之後才發現 我根本不需要再創造新的證件 因為過去的證件都沒有被落實 我簡單講啊 我是發願來的 我不是發通告來的 這裡不是我的職場 我是把里長訪問完一圈 現在訪問市場 里長那種來逃世的 或是兩種不友善的人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要攻擊我 他是支持你的表示 你懂嗎 你你你 我想說 我怎麼辦 我會跟你支持啊 哈哈哈哈 水不要這麼來 如果加油 你會掉 沒辦法是 是樂於給人機會的 但你得好好幹 是是是 然後我去中正區 又遇到一個退休的將領 那我給你六個字 我還沒辦法 我心裡還在想 他說呢 你就記得 選舉就六個字 說破嘴 好 斷腿 你去選上 那還有一個就是問我說 選真的選假 選真的 好吧 我會給你 我的祝福 總算有個正常認出來 我只因為是正常就當選擇嘛 這裡的人沒有把我當外人 哇 我非常感動 小孩講的快美人節參選 我說欸 我要參選了 然後我女兒說 媽 你一定要這樣嗎 我說 我不是在徵求女同益耶 我是告知你 我要參選了 你最好檢點自己的行為 不要給我一個麻煩 媽媽你再參選了 我看說你要怎麼這樣做 余余美人立委 高票當選 你為什麼要這樣嗎 我媽媽就是 每天每天超心驚的 你平時真的有錢啊 當然 我最近還跟沈玉琳講 我說欸 你保十萬喔 刺激了我媽 我媽也報了十萬給我 她說我只是人 保給人 保給人政治獻金 齁 你要比較拚咧 因為她落選以後 就會回到紅人堡啊 我也是 我咁了你 我咁了我 好啊 感谢观看